3日,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最新计票结果显示,主要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均流失大量席位。其中,保守党失去超过1300个席位。支援欧盟的自由民主党,则近仗超过700个一席。成为大赢家。 分析认为,这显示选民对脱欧程序陷入僵局极为不满。资料图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保守党损失惨重。这是英国自错过3月29日脱欧期限的第一场选举。 英格兰目前共343个地方政府中248个地方议会,6个市长和北爱尔兰全部11个地方议会。 均举行换届选举投票。逾8000个地方议会协为公决逐。 英国地方选举,不是全国同时举行。此次地方选举主要涵盖乡村地区。首都伦敦本次没有选举。 地方机关主要负责地方政策的日常决策。 范围包括教育、废弃物管理等等。 最新讯息显示,全部248个举行选举的英格兰地方议会,都已经宣布了选举结果。 保守党失去了1334个席位。 还失去了对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而人本预期有所斩获的工党,也流失了82个席位。 自由民主党获得了703个席位。 此外,英国独立党流失145个席位。 立党赢得194席。 无党派独立人士,赢得662席。 资料图。 英国脱欧陷入僵局。 民众不满脱欧僵局。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称。 选举结果显示,执政保守党面对极大困难。 指英国需尽快解决脱欧程序。 保守党主席布兰登刘易斯表示。 选民给了他的政党,一个非常明确的资讯。 即他们对英国脱欧僵局感到厌倦。 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凯布林则称。 每一票都是对停止脱欧的支援。 证件人士和选举专家认为。 选举结果显示,选民将脱欧僵局归咎于两大政党。 并通过投票来惩罚两党。 主导脱欧程序的保守党,在此次地方选举中付出最惨重的代价。 工党党魁科尔滨,则因为试图在脱欧问题上保持中立,而引起选民反感。 选举专家科蒂斯指出。 我们已经知道选民对于保守党处理脱欧的手法感到不满。 不过看来,他们也同样不满工党就政府的脱欧立场所做的回应。 资料图。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脱欧谈判仍无突破。 英国原定3月29日脱欧。 但议会一再否决特雷沙梅花了两年时间,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且也未能提出替代计划。 欧盟过后允许英国把脱欧期限,延至4月12日。 后来又把期限推迟至10月31日。 特雷沙梅无法说服议会批准她的脱欧计划。 如今改而向工党寻求达成,能够获得足够支援的折中协议。 但英国何时,如何,甚至是否脱欧仍是个问号。 特雷沙梅与科尔滨此前暗示。 经过长达一个月的谈判之后,他们可能更接近就脱欧协议达成共识。 脱欧僵局要如何突破?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方间猜测特雷沙梅可能宣布举行大选。 交代的谈判是让尼哈梅以维留下来的一定程度改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